哈囉大家好我是軒柴 上一次網戀第一集 受到大家的喜愛 所以回去我又 找了非常多的素材 更深入小朋友的網戀世界 所以今天是小朋友網戀 第二集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 小朋友到底還有什麼 奇怪的網戀 GO 你能發張你的照片嗎 我是個 嚴控 嚴控就是 外貌協會的意思 就是喜歡 帥哥或是美女的意思 你先 我明天再發 你先發過來 我考慮考慮和你在一起 我照片 這是一個 阿姨嗎 這個好像國文老師喔 你的呢 在嗎 不在不在 我先下線了 掰掰 我想看你奶奶 12點04分發了一次 我想看你奶奶 12點15分又發了一次 然後他真的很想看奶奶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奶奶打擾了 方便的話 不如 你爺爺一起看吧 你是對我不滿意 感覺你本人和照片差距有點大 喔 那你的意思是我們結束了 對不起 我覺得你挺帥的 性格也挺好的 是我綜藝的類型 那我們繼續保持網戀關係吧 就當我們今天沒有見過 還可以一個時光倒流 當作我們沒有見過 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只要在網上的我讓你喜歡不就好了嗎 不要吧 我想找現實女朋友 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給你簡單算一下 現在大家基本生活都是附屬在網路上的 你和你的朋友同事 80%的交流都是透過社交軟件 你的人生有1%的花費在睡眠上 1%的時間花費在讀書工作生活上 剩下的1%就是網絡了 這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嗎 你覺得我有沒有盡到一個女朋友的義務 你王者都是我給你打上去的 王者榮耀的積分都是女生幫他打的喔 離開了我你連鑽石都上不去 自己好好想想我說的話 再決定要不要繼續和我在一起 好吧 那繼續在一起吧 叫老婆 老婆 網戀只要網路上的我讓你喜歡不就好了 嗯...好像也很有道理耶 好看嗎 好看的打 1 不好看的打 U 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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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再傳U了啦 煩餒 1 關閉這則貼文的回憶功能 哈哈哈哈 這個妹妹就是希望大家稱讚他好看 結果沒想到大家竟然刷一排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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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妹妹就生氣 把留言關掉了 啊你哪裡的 北京 我照片 哇是一個很漂亮的蘿莉塔的感覺耶 他這樣 這水印咋回事 有一個浮水印 在右上角 喔 我不會去水印 呵呵呵 我覺得這個妹妹很誠實喔 他也不避諱他的照片就是網圖 他還很誠實的說 我不會去水印 小朋友們 網戀第一課 去浮水印 醫生說了 從昨晚開始 24小時之內 如果不和女孩子親親 我就會 使 你願意救我嗎 要祝你一路好走 哈哈哈哈哈哈 醫生有沒有說 是你的腦袋有問題 網戀嗎 分手就自殺的那種 這個 自殺了我吧 小美 你快回來吧 你看我為了你傷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影片喔 喔 是一個滴滴 她的臉上有傷 她很傷心 失心裂肺的感覺 這個滴滴很悲情喔 可能剛被網戀女友 甩了 但你知道為什麼小美不回來嗎 因為你臉上的傷是濾鏡 滴滴 要不要先去看醫生 不是看臉上的傷 可能要先看一下腦袋喔 小學生 問號 不是 幾歲 14歲 喔那我比你大 不處了 問號問號問號 我看你是小學生吧 都說了不是 喔 她傳來一個 數學題目 喔 對方傳了一個數學題目給她 不會嗎 小學生別裝了 唉 不會就發問號 八年級上冊的 欸很嚴格欸 網店還要考試 你現在都下冊了 你說你不是小學生 那你也得證明一下吧 怎麼證明 題 答案是什麼 你就是小學生 對方的答案就是 直接把她封鎖 承認自己是小學生 但不是啊 你這個題目 我不是小學生 我也不知道答案欸 早上好 刮好 微微沙啞的 說你 打了個小奶哥 兩手全虛成小粉泉狀 揉眼睛 你有那大病 啊你怎麼會說這種話啊 刮好 微微皺起眉頭 兩隻手熟 我在胸前 配著花邊襪子的小皮鞋 剁了一下腳 做出嬌蹭的樣子 嗯 問號你沒吃藥 我沒病 刮好 輕輕咬著下嘴唇 眼角泛出淚花 小手緊緊拽著衣腳 嗯 是這樣嗎 最後 真拿你沒辦法 歪頭微笑著摘下眼睛 那我想這個男生應該是 傳說中的 傑哥 真拿你沒辦法 我看你是什麼都不懂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最後一個 這個超誇張的 浪練夢婆湯事件 你見過人死會附身 巴巴對象為了甩我編自己死了 從一兩個星期前 聽到他朋友跟我說他死了的消息 我簡直悲傷的想跟他一起去了 剛不久我去他空間看看他留言 無意間點進了一個人空間 過操 昨天他居然還給人留言 不是死了嗎 還能登QQ 不會繼續編 在陰間也能玩手機也能給人留言 還讓你朋友來跟我說 讓我忘了你再找一個 我是他朋友 真厲害 你怎麼知道他密碼的 他告訴我的 我那天夜裡上廁所 沖馬桶的時候 他從馬桶裡爬出來 哇賽 厲害了 死人還能從你家馬桶爬出來 請問你敢上馬桶嗎 他家的馬桶可能是 異議的通道 幹 他只是對我說 他有些心願還沒完成 就讓我等他QQ幫他還願 我有疑惑了 你能讓他也從我家馬桶爬出來 跟我說清楚 好 他在出來的時候 我一定幫你轉答 對了 他還有話要給你 讓你好好照顧自己 會有天使替他愛你 喔 有一點感人喔 他從馬桶爬出來 還不忘他的網戀男友 要告訴他好好生活 你好 現在是本人 呵 哎呦 魂回來了 你現在在哪呢 我在奈何橋下 喝完孟婆湯 就會忘記你了 請問你在奈何橋下 喝完孟婆湯了嗎 你是誰 哈哈哈 已經忘記了 這個人很有趣喔 他變成鬼魂了 他敢從馬桶裡爬出來 但不敢 陣陣當當的 跟網戀男友分手 我建議小朋友 把編故事的能力 拿去準備考試 一定是全校第一名 好的 我們看完了今天的 小朋友網戀 不知道大家對於小朋友的網戀世界 有沒有更加了解 更加認識呢 個人是覺得這些小朋友 如果能把網戀的經歷 用在讀書上面 一定每個都是全校第一名 因為小朋友實在 太有創意 太厲害了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最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宣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囉